有网友问梅气 去年13.2% 入狀 我认为梅气是可以保持的 因为我估计他最坏的情况 应该是过狀 因为他之前说话 其实他也没有怎样增长 但你看到他开始 他又好像在pick up momentum contribute内地的部分 其实是最重 另外你香港的情况 又稳定回来 对于收入勇气 相信应该是稳定的 另外你住宅的部分 一直都相对上很稳定 没什么重大的影响 最难估计 你只是物业重股 即是RFC那一部分 但那一部分 其实那些重股不是去营运 那一块 另外 又是否很大 可能重股向下调 我觉得未必 因为你看到近几个月 楼市正在增加 当然你的商业租金 也可能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否可能再会向下谷 还有很多的幅度 我又觉得真的未必 所以如果你去到现水平 即是13.2 其实你都持有很久 你都持有回家乡 然后很差的情况 都过了 我宁愿先接着 因为相对上 你找回一些 稳稳陈陈 那个息率 又相对上 其实都OK 不错的股 我又觉得 煤气 其实是其中一种 可以去考虑买的股 反而如果 真的有机会调整 可能是跌到12元 这些水平 我又会觉得 其实又是一个买的机会 所以你13.2 即是13.2 买了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继续 不需要太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